各位,我现在已经在连云港啊,在大街上压马路 为什么不去景区玩在大街上压马路呢? 因为我这趟旅程很可能就要夭折啊 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来细说说 那这个从南京到连云港啊,这一路的交通没什么问题吗? 正常咱们坐高铁,然后呢,加上室内交通 这个也是不需要多说啊 到了这儿之后呢,入住酒店 进去的时候就发现有一点问题 我进的这个酒店本身没什么毛病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连锁酒店的旗下的一个品牌 因为我们知道连锁酒店会有不同的档次的划分嘛 从所谓的经济型到什么舒适型,豪华型啊等等等等 因为这次是一家出游,再加上必须要有那种家庭房 我妈年纪大了,她也不太敢一个人住 所以还要有家庭房那种,其实订的酒店档次和价位还OK 结果一进这个酒店呢,米勒啊,就有点奇怪 就是她好像比较抗拒,但当时也没太当回事 其实我当时看到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 就是米勒比较抗拒且不说 然后我们在前台办理入住的时候呢 也是一家人推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 比米勒还小一点 然后也是一进酒店在大堂里面就哇哇大哭 我说这怎么回事呢,那也没多想 我说进到酒店里面啊,然后稍微休整一下 我还在那看了一会儿电视 稍微休整一下之后就要出去 米勒就非常抗拒,他又不想出门 就是他不想进去,进到房间里之后他又不想出来 大概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就是比较害怕走道啊什么的 也许是这个酒店的装潢啊,他比较那种暗黑风格一点 就是颜色比较深色细一些,所以他就很抗拒 哎呦呦,费点劲就把它终于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呢,就先去他这个周围的叫沿河巷 步行街吧,算了一下,然后吃了一个海鲜 哎,大家看到这个海鲜的画面啊 这海鲜本身没什么问题 就是确实是挺新鲜 然后呢,价格也不高,真也是不高 这一大盘一百多点 然后呢,味道也还行吧 因为考虑到小孩也要吃 所以点的蒜蓉的做法,也还不错 这个吃就没什么问题 吃完之后呢,三三步 三三步嘛,这就是 这个步行街也没什么特殊之处 它就是一个,很多城市都很常见 每个城市似乎都有一条类似的街 它起着不同的名字 说起来有不同的故事 却卖着差不多的东西 然后感觉就是这么回事 这段也还不错嘛,三三星嘛 就换一个地方,它就是三三星 然后还看到音乐喷泉 灯光音乐喷泉 还挺好玩 因为作为一个退役不久的酒后表演艺术家 这个音乐喷泉 那我人肉音乐喷泉 我是大拿 但是这个灯光音乐喷泉 人肉是搞不起来的 所以我还觉得挺新鲜 在那是驻足围观了一会儿 看了一会儿之后 米勒也玩了点乱七八糟的东西 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应该感觉到又有点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它好像像玩不够一样 可是你看它玩的时候呢 又有点异性阑珊 我后来想明白 其实它就是不想回酒店 因为你朝这个酒店方向走的时候 它就开始哼哼唧唧啊 各种抗拒 所以它其实就是不太想回酒店 然后当时也没注意嘛 到酒店门口它又不行了 就是要死要活的 好不容易又把它搞上 搞回房间 搞回房间之后 晚上到了睡觉的时候 它就死活不睡 就是死活不睡啊 就是特别惊恐害怕那种 我还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这个酒店的 刚修让家庭房 为了突出亲子氛围呢 在墙上啊 放了好多怪怪的小玩具 灯光亮的时候还没问题 我看了一下 如果灯光熄掉的时候 在某个特定角度呢 可能小孩是会有点害怕 所以整个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我大概就睡了三个小时 我妈我老婆也差不多 然后米勒也是一回事 小孩起来要是说再出门吧 咱换一个地方住啊 怎么着的又是抗拒得不得了 然后搞得整个一塌糊涂 最后弄来弄去就决定 下午就回南京了 已经订了就是下午就回去的票 等于这么一来一弄折腾啊 路费啊各种也花了 也花了些钱呢 就最后等于吃了一顿海鲜 虽然挺好吃 虽然挺便宜 但是好像也不值得 专门这么跑一趟 最后就是弄的 本来出来的目的是散散心 结果呢散心是没散着 反而是弄的这个情绪啊 更是低迷啊 所以你看 有的时候啊 气化赶不上变化 可是我我就在想啊 突然跑出来说 要休息一下散散心 其实呢 我也是因为 就是节目做的 感觉人很累 然后又没有特别好的状态 有那么一点抗拒 其实就跟米勒进了酒店呢 害怕走道不想出来 出了酒店又害怕那个走道 不敢进去一样 好像说到底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那个 害怕进酒店的 很内心产生抗击的孩子 是吧 好 我现在又回到酒店了 米勒还在房间里面 不愿意出来 那可是呢 我妈 我老婆啊 跟我啊 商量一下 主要是我妈强烈要求说 坚决不能回去 然后所以我把票 想说改签 不知道为什么改不了 然后就把票退了 结果还稍微损失了一点钱 那他说米勒换一个酒店 肯定很好 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决定再尝试一下 总不能真的还没开始就结束吧 所以也太亏了 因为你想路费啊 对吧 各种的加起来都不便宜啊 这个一回去就完全成了沉默成本了 因为你什么都没看着 你再待几天 其实就是多几天住宿的钱 还不是 对吧 虽然你还是会增加费用 但是综合下来会核算很多 所以就决定再试一试吧 看看 起码去连岛去海边看一看 所以下午啊 继续旅程 有新的内容 再及时向大家汇报 好 就先这样啊 谢谢各位观看 然后打个小广告啊 泡泡店继续宣扬一下 各种收费节目 那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